大家好,我是小朵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糟透了 又是有大雾 又是下雨的 看那边都是挖蛤蜊子 在这边找了三四个小时 啥也没找到 现在都两点多了 还没吃饭呢 现在回家去吧 这里还有个海葵 这里就是海葵 这是可以吃的 不看了,不看了 回家了 现在这个景价估计家里也没饭 去买个泡面去 到家了 那个老牛现在应该睡觉了 煮方便面食 找点配料 这里正好有那个 里面有两小把点鱼啊 上次抓的 后面放在放冰面里面 而且也犒劳一下自己 也没有连在里面的 这里面正好还有那个猫耳窝 上次也没舍得吃 再放几个猫耳窝 放在冰箱里面的 没事吧 行事等谁大学拿钱回来给大学吃的 这后大学那个 最近有点不舒服 没吃啊 之后应该都死掉了 现在全煮了吧 先把它煮一下 煮完以后再放在那个放在面里面 要不然容易煮不熟 方便面熟的菜筷子 这个简单洗一下就行了 之前在海里都洗过了 那个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很多朋友也都已经开到 就是那个大学啊 啊怀孕啊 真的很高兴啊 最近作与经历都放在他身上 所以说吧 很多评论呢 私信呢 包括那个发货了 有时候不太及时 不好意思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是很懂 反正他最近就是特别累 特别困 之后那个 各种不舒服 各种不爱吃东西 我这啥也不懂 都不知道多么多了啊 这有什么好建议 朋友没帮我出出招 那个八爪鱼啊 等到水开了以后 得放啊 现在先把那个 木耳朵放进去 因为如果说吧 你放在粮食里面 煮这个八爪鱼吧 它容易破皮 锅开了 把八爪鱼放进去 按理来说不得分开煮啊 按理来说不得分开煮啊 但是我自己吃不就真用了 挺猴的这里 哎呦 八爪鱼还冻了呢 你过来看看 看 哎呦 不对啊 应该是受热一下子死锅了 哇塞 熟了 看看这个小八爪啊 看 Q弹Q弹 呵呵 今天的这个美食应该没有争议了 带游正义着方便面长假了呗 从小啊就喜欢吃那个方便面 因为从小家里群能吃个方便面就很不错了 那就跟过年一样了 就 把个小八爪放进去 哦 哦 放俩摸一点螺 再放俩鸡石螺 我尝尝是不是鸡石螺这个 好腐贝啊 等着 打上一个鸡蛋啊 是不是有朋友会骂吗 你是要馋死我你 给他打进去啊 给他打进去啊 熟了 这个太快了 只有你那个摩尔罗给把烤鱼煮熟了 这个放进去以后 一分钟吧 用不一分钟 太香了 馋子你们啊 看 哇塞 哎哟 给力啊 哇塞 哇塞 怎么这么难盛啊 做饭容易盛饭的啊 哦这才是精华呀 满满的一大盆 看 流口水了啊 这么说 这方便面 这不是花了五块钱买的吗 这要是放到房间里面啊 这一盆啊 连八爪鱼加摩尔罗的 五十的 得放十倍啊 这是一件都不夸张的 呵呵 我再开吃了啊 这个螺上面 不管摩尔罗还是海螺 都有一层这种皮啊 这个皮不能吃哈 哦 吃方便面声音比较大 哇塞 哇塞 太棒了 整个满耳朵 滚牛 下手了 反正也没别人吃得我自己的 先吃个红 哪有这么油沙啊 刚才啊 没办法 这个油沙 放在水里面洗了一下啊 哇塞 太棒了 太有交易 这个牙口不好 吃不了这个东西 很不要 也很不错 嗯 哟 很不错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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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嗯 挨挨挨黄金去了 坏坏扣不出来了 吃香不太好 还有这个八爪鱼还带大米哟 嗯 大米 海鲜面真的是 太过瘾了 这才是正宗的海鲜面 你看在外面吃的那海鲜面都是 放了些配料给放进去 而且卖的还好贵 小鳗鱼 哇哇很油还挺油 吃过这么多饭 因为最近没有时间吃饭 一直在照顾大学 玩具鸟嘞 撑死我了 这一培啊全吃上了 可怕我给饿坏了 赶海呀太累了 你们不知道 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撑死我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拜拜